大家好,又是我們 GameplayHK 我是Elly 在動物森友會跟大家釣魚 因為到了新月份 究竟5月份有什麼新魚釣 以及在5月份千萬不能錯過什麼魚 現在跟大家進入釣魚的地獄 進入釣魚地獄之前 首先就是要去掘蜆和弄魚糧的地獄 大家看看我弄了多少 我習慣將物資放在釣魚附近,隨便我拿 首先釣了一條非常難釣 以及過了5月份就不能釣的魚 我們要去到第三層瀑布附近的水域 你會經常釣到黑爐魚 或者其他很多沒什麼用的河魚 大家不需要氣餒,因為很多玩家和你都一樣 心得就是一邊釣魚,一邊開一些YouTube看看 時間可以過得快一點 有一點感覺 珍貴魚有時候對魚糧不是很敏感 平時的魚是看到魚糧的 不要手殘,集中一點 完成了 北半球過了5月就釣不到這一條 金鑽魚 捐贈之前再拿一次出來 我釣了兩小時 北半球5月份就要去到9月 釣的時間就是下午4時至第二天上午9時 我就在今天4時釣到6時才釣完 名字我上網查過 如果是魚的名字應該就說金鑽魚 有錯請糾正 而這條魚是值15000元 金鑽魚是河川魚,全身金色 有人叫它水之妖精 連博士都知道我吃了很多斧頭 釣這麼久才釣到 不知道各位觀眾釣了多久 劉過賢告訴我 黃大魚5月份都會消失 不過這條魚我相信大家都應該釣了 是不難釣的 基本上在大海全天候都會釣到 另外泥秋過了5月份都會消失 5月份有兩條新魚都會在碼頭釣到 好鮮艷 鬼頭刀 我覺得都不難釣,北半球5月至10月 還要在碼頭的全天候時間都會釣到 接著這條好像比較少見 釣上來感覺不是很震,但是都很大 它都花了一小時 狼人心 5月份就沒有新的海魚釣了 如果大家釣了兩條新的魚 就可以轉地方了 它都是全天候在碼頭釣到 接著我們可以轉戰去河流 早上9點至下午4點才出現的彩虹魚 之後就是一條很漂亮的鮑魚 早上9點至下午4點就可以釣到 釣金鑽的時候都有機會釣到5月份的新魚 神仙魚 神仙魚 美藥天仙 下午4點至早上9點 接著這條魚都不知道為什麼釣了很久 温泉伊申魚 早上9點到下午4點 池塘也有新東西 大家釣了這麼久的科豆,終於成長成為青蛙 全天候池塘就會釣到 池塘大魚的魚影 是有鬍子的鳞魚 在池塘下午4點至第2天9點 5月份值得要注意的魚類就介紹完了 希望大家可以快點釣到自己想釣的魚 我們下集遊戲資訊再見,謝謝